越南人盖房子和我们有啥不一样 首先他们会将竹子削成两米左右长 然后将它们一根根插进一地里 接着再铺上一层砖头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全部都是因为地理原因 越南地处东南亚 中南半岛东部 这里属于热带几分气候高温多余 其湿度达到了84% 也就是说随便挖个洞里面就不满着水 这打紧挖沟是方便了 可盖房子却成为当地的困难事 土地如此松软 打地基石该怎么架设钢筋混凝土 而面对这个问题 我国的两广地区也运用了类似的打地基方式 将木桩插进土里 使地基石线固化 不过我们用的不是竹子 而是松木 那为什么到了越南就从松木变成竹子呢 这是因为划算 当地盛产竹子 并且竹子热性很强 且防水性很好 那怕是泡在水里也不会烂掉 因此有这样的东西 直接就地区材就好了 于是当地人建房子就会先挑选竹子 然后将它们一根根插进土里 据了解 每平方米大概要用掉25根竹子 这样密度就保证了土层不会变动 之后再利用沙子进行抹平 填满缝隙 而直到这一步 才刚刚完成了建房的预备动作 土地是不松软了 但是水还在 在这种情况下 建房难免会出现潮湿 因此就需要将地基架高 超过清水层的高度 当砖块简单的铺设过后 不需要太过整齐 它的目的是为了后面驾驶钢筋 制作完整个结构 接着就是浇灌火凝土 此时在外表开舍区就没有了竹子和砖块的痕迹 还真的是十分佩服那些劳动人民的智慧呢 对此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